我也遺憾 我們的這個國會這個立法委員竟然是 這個進步的這個速度真的是差很多 我想這些 這作為台灣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 希望他們有 你現在到底說的國 福國立民的國是哪一國 是中國嗎 福國立民的人民是中國人民嗎 如果真的心裡有台灣 就應該站在台灣的角度出發 而不是這種時候一味的舔共太太 你說陳學生委員提案 事實上我有跟他共同提案 他提案我覺得也是可行的方案 我想這個你題目講一下 有立委批評嗎 是哪一位 OK好 我也遺憾 我們的這個 國會這個立法委員竟然是 是井底之蛙 來 實在是對這個整個社會的進步都沒有概念 第一個金門大橋 裡面還有資深委員 金門大橋以前在興建的時候 因為我們台灣地區 台風金馬地區的這個機械設備不足 所以事實上那時候也有專案核定 請大陸相關的這個船機設備 過來幫忙蓋金門大橋 我跟大家舉一個例子 廈門蓋一個大橋 在廈門 再蓋一個 那個 翔安大橋 廈門蓋兩年到三年 我們金門蓋一個大橋蓋了十二年 這個進步的這個速度真的是差很多 我想這些經理之外 從來沒有去過中國大橋 看大陸的建設是如何的快速 第二個 這個 金門地區離大陸相當的近 那很多這種重大的投資建設 國內不但沒有相關的船機設備 尤其大橋啊 這樣的東西 我們台風金馬地區沒有這樣的設備 因為我們 台風金馬地區的這個公共工程量太少 所以廠商採購這樣的設備 實際上也不划算 那當然只好去租用大陸的相關的這個船機設備 這個是幫助我們離島地區的這個發展 事實上這個是有必要的 那第二個 裡面除了提這個公共設施 公共設施以外 當然還有費用啊 因為他們的 效率好 價錢也相對的便宜 那再加上時間的成本 對離島地區的發展影響就很重大 那第二點 裡面我們還提到說 開放陸生 希望開放陸生到金馬地區來讀書 那這個不要受一些限制 我覺得這個事實上也是非常正面的提案 因為大家都知道 現在台灣的私立學校很多都在 紛紛的倒閉關門 我們就是沒有學生 我們讓大陸的學生到金馬地區來讀書 那不但是幫助私校可以再活起來 而且還可以讓這些學生來到金門馬祖地區來接受 民主的熏陶跟素養的熏陶 這對我們台風金馬地區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很多民進黨立委 從來沒有出去看過這個世界 不知道世界已經進步到什麼地步 深中大橋 深圳到中山大橋 最近已經通車 那很久以前 這個杭州灣就四十幾公里跨灣的大橋 很早就通車了 台灣的公共建設 事實上是比較慢的 我們事實上是應該充分應用世界各地 各國各地區的機械設備也好 這個能力也好 讓我們的公共建設效率更好 所以我們這個提案 事實上是非常正面的一個提案 更何況賴總統 不是一直鼓吹說 這個兩國論嗎 那如果以賴總統的這個基礎來講 那我們很多公共的這個建設也是開國際標啊 那本來就是希望世界各國各地區的廠商來 過來一起來協力工程建設 快速而且進步 如果對這個世界的進步怎麼樣不了解 我請他們到各地多去看一看 來做批評 不要一味的只會掛紅帽子說抗中寶台 抗中寶台 抗中寶台我們再講到今天這個 昨天的澎湖的歷史 既然要抗中寶台 那如果會趕快站出來 這個我們這個澎湖的漁船 他到這個金門外海去捕魚 事實上那個是泉州內海 講那個金門跟大陸就是很近 那事實上他已經進入了大陸的領海 那按照以前兩岸關係比較好的時代 就是說如果有這樣的事情 大陸船有時候也會進來 就像0214那個事件 也是大陸的船進入到我們的 我們管轄的海域來撒網捕魚嘛 都會發生這個事情以前常常發生 以前兩岸關係比較好的時代 那就是大家互相勸導 勸禮 像因為我們要勸他追 追得快了 然後以前他們進來 我們把他們勸走 我們去他們地方 他們把我們勸走 本來以前這個關係都是 比較和諧的 就互相勸 那現在兩岸關係不好 那所以大家就嚴格執法 就是你進來我就抓你 我進去他那裡他就抓我 那好 那這樣事情已經發生了 那我們政府的責任 尤其現在是陸委會 海巡的責任已經到這裡了 現在就是陸委會的責任 陸委會怎麼樣趕快的幫助我們的同胞 趕快去大陸營救我們的澎湖移民回來 包括還有我們那個不一樣的 那個迷航的這個調客 我覺得陸委會要趕快 在政府要趕快發揮你的能力 在你康中保台之宜 還要保護我們人民的這個能力 趕快去做 我不覺得這是 我不會說他是不好 我會說因為兩岸關係的不好 讓所有的事情 失去那個模糊地帶 失去大家可以模糊 討論的這個空間 就是說 比如我剛剛說過了 就是 比如說以前兩岸關係好 我跟你關係不錯 那你偶爾這條線 你過來一點點 我說你過去 我過去的時候 你出去 大家可以互相討論 可以互相說 和諧的來 互相的來勸 勸對方離開 那現在就是因為兩岸關係不好 那兩岸關係不好 彼此一直就是反正一直這樣子 你一來我一 你一言我一語的 那現在索性大 就都依法辦理 大陸就依照他的法律辦理 說你進來我的領海 我就是抓 那我們這邊也是 那下去 受苦受難的是這些 需要在海上捕魚 賴為生的漁民 那政府現在應該站出來 展現你的責任 因為聽你這樣講 第一是我們圍把越界 是啊 海巡的報告已經出來了 就是已經進入到泉州的內海 林海 2.9海裡 看到 那加上您剛剛講到 兩岸關係不好 是不是忍說 這個後面的結果 其實比較沒有關係 後面的結果 可預見的就是 第一個 大概 大陸一定會需要一些調查時間 這個調查時間 我想也不會短於三個月 然後接著他們會有相關的執行嘛 就像大陸漁民如果 越界到我們 金門的海域 來這個 來金門的海域捕魚的話 那我們也會 我們也會把他們 海巡會把他們帶回來 那就放在我們金門的地方 然後 經過檢調單位的調查 那通常也是好幾個月 然後接著 和他違反哪一個條例以後 然後判他罰錢 或者是應該拘役 然後再讓他們回去 一般以前這樣 來我們這邊 如果大陸漁民業界 來我們這邊補儀 大概也是幾個月的時間 再罰時間也是要這個時間 所以這些都是一定有的程序 只是 我們想問待政府說 既然你可以 嗯 你既然一直 要希望不走兩岸的模糊路線 就是要這麼明白的 就是跟大陸這樣子 就彼此之間 你要這樣子的話 那我要問說 當我們的人民 不要說在大陸 在海外任何一個地方 需要保護的時候 政府在哪裡 政府要展現你的能力 文員想問一下 現在有了解 那個漁船六個人 是在什麼地方 依照我的判斷 他們是泉州的海市這邊 海警這邊抓回去的 所以我的判斷應該就是在 實施 我的判斷 不一定正確 應該是在那個地方 沒錯 他們有一個固定的地方 對 近江 金門縣政府跟縣議會 有到這個全州去慰問這個 021是在這個 在這個大陸區離難的兩位 漁工的這個家屬 我們是希望說 不管大兩岸 台灣跟中國大陸的關係如何 但是金門跟福建全州 廈門這一帶 事實上關係是非常緊密的 我們還是要表達我們對 罹難者的這種關懷之意 讓他知道說 我們還是希望兩岸好 金門地區的人民 還是希望兩岸的人民 可以很和善的往來 那希望這個漁權的部分 也可以大家好好來討論出一個方法 因為實在是很近 就是從這裡到那裡的距離 這樣子而已 就是金門道大陸是眼睛看得到的 大概坐船30分鐘 大概 今年7月20號、21號 又要辦從金門游泳到廈門的這個活動 有這樣的活動 我們每一年都有辦 所以我們是非常近的 有時候這個海域已經是 你隨便開一下 就是會解這個很近 近的地方 只有1600公尺 1.6公里 金門道大陸 最盡量只有1600公尺 所以非常近 所以很多往來是 就必然的就是會往來 因為就是 比從這裡到 比從這裡到 總統府還近 可是中央解決不了 這個地方要去解決 怎樣處理 很多事情 如果以金門跟大陸來講的話 很多事情 如果一開始不要中央去介入 讓地方來處理 然後我們會透過一些民間機構 比如說紅石智慧 要用這樣的形式來處理 很多事情 過往以來 這麼幾十年來 中國大陸跟金門地區這邊的這些 往來這麼密切 就是 很多事情都是在 無形之中就可以解決 而不需要 一定要弄到劍拔弩張 我覺得 中央有智慧 很多這些地方 很多事情 讓地方來處理 可能就會很多事情很順利 這是他們的權力 公權力 我對我們陸委會有信心 我對賴政府有信心 賴政府既然可以一直的 表示 我想他有絕對的能力 跟實力 來跟大陸做相關的溝通 還有 對保護我們國人行為 這也是他的責任 不管他做得到 這是他的責任 他應該要承擔 那委員有決定 就是我們這個運船 違反中國什麼樣的一些規定 因為這個 我看到海巡署的報告 他是在 離泉州2.9海裡的 大陸的領海之內 這是海巡署的那個報告 我有看到整份的這個 相關的這個報告 媒體也有做相關的報道 就是說 金門 然後他是在金門的 禁限制水域之外 這個禁限制水域 就當初我們畫的 然後在這個之內 歸我們管轄 在那個之內 歸中國大陸管轄 那以前是有默契 就是你們管你們的 我們管你們的 彼此之間就是 互不干擾這樣子 那 這個漁船澎湖來的 不知道是 不了解還是說 誤辱這個情形 我們不知道 那他就已經 我看他那個 我事實上這邊有圖 我看他的位置 事實上就已經是在 是在 你們有看到那個 海圖嗎 有看到嗎 他的位置就是 已經在泉州的邊上了 他事實上就是泉州的 已經是泉州的內海了 事實上 那可能 不慎就開過去 我覺得這個問題的答案 非常的簡單 而且明確 只要是這種無人機 來干擾的 我們的這個守軍也好 不管駐金門的 或駐馬祖 或是相關的單位 就應該直接的 把無人機這樣 就是有那種干擾的 讓他不能飛 或者直接就把他打 打這個 打下來 就是這樣 這個毫無疑問 這個 這是 他是不合法入侵 問我們海巡連續 所以嗎 那就是沒把兵 封一次 因為他們海巡 還是有強 兩個原因 第一個 在道理上面 那是大陸的領海 這是大陸的 在他們的海域之內 所以道理上 我們是去強追的話 海巡大概是考慮說 怕造成更大的這種 兩岸的這個紛爭 我覺得他們是考慮這一點 那第二個 事實上來講 我看到那個船的這個 盾型 的確 我們當然跟他 第一個數量 我們也是比較少 他們船燒比較多 第二個 我們的船型也比較小 那硬追的話 我們也不會占到什麼便宜 而且還說不定會引起 兩岸更大的這個紛爭 我想這也是海巡 不願意的 所以海巡在第一線之前 非常的辛苦 政府除了 懂得叫囂以外 也要知道說 怎麼樣真正可以保護 我們的人民 這個是政府的責任 毫無疑問 好 因為其實在昨天的陳雪文 會通過的這個 陳雪生跟陳玉珍的 離島建設條例的 修法的草案裡面 細看 乍看之下是非常的嚴重 簡直就是比福茂 還要可怕的一個後果 因為它裡面其實是 繞過所有的國安的條款 以及兩岸條例裡面 所有的限制 可以讓中國的廠商 不只是人可以進來 或可以進來 然後甚至是 可以直接進到 進限制的水域 然後甚至是 中國人也不需要任何的審查 中國的廠商也不需要任何的審查 就可以直接進入台灣 那這根本就是 比福茂還要可怕 的一個完全不設限的 中國條款 所以通過這樣的條款 如果真的 接下來是照他們的預期 恐怕後果不堪設想 那可以看得出來 陳雪生跟陳玉珍這樣的條款 幾乎就是為中國大開後門 侵害台灣的一個嚴重的 一個大開門的一個恐怖的條款 所以昨天看到的時候 其實我非常非常的驚訝 怎麼會在這種時候 急著推出這樣的條款 到底是誰很急 是中共很急嗎 陳雪生跟陳玉珍 為什麼要這種時候 假借要提升地方建設效率之名 來大行這種 親中賣台之時的內容呢 所以這個條款我認為 接下來一定必須要 引發民眾的關注 然後大家應該要予以譴責 千萬千萬不能放水 委員想要問一下 陳玉珍剛剛也有說話 然後說你們都以立法院的 那個立委都是經理之外 沒有到大陸 那邊在說大陸的建設發展 很快 我覺得這跟這沒有問題啦 我們這作為台灣 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 希望他們有基本的良知 基本的道德責任 基本的政治責任 你現在到底說的國 福國立民的國是哪一國 是中國嗎 福國立民的人民 是中國人民嗎 如果真的心裡有台灣 就應該站在台灣的角度出發 而不是這種時候 一味的舔購賣台 好 謝謝 好 好